2016年在總統蔡英文就職典禮上 成軍十年的希望兒童合唱團 以排完組鼓調搭配國歌的演唱 驚豔全台 此次復歐參賽 學生嘗試了不同以往的歌唱方式 以聲樂及舞蹈活潑地演出 無首跨越語言及國界的歌曲 我們很不知道 我們嘗試的都是 我們唱的都是鼓搖 這次挑戰的就是嘗試 像國外的人唱歌的方式 就是聲樂最高 很感謝那些帶我們出國的老師 在這比賽當中學習都很多 不同唱歌的方式 在決定是否復歐參賽之前 希望兒童合唱團一直為出國經費所苦 後來在政府及各界善心人士的支持下 終於募得足夠的旅費而勝利成行 導師吳聖穎除了開心表達感謝之外 也特別說明 這次準備參賽曲目時 確實下了相當苦心 除了讓曲目更加多元 也希望能讓台灣與國際接軌 謝謝大家 對 就當大家知道我們缺乏的時候 就不斷的給予我們 就是很希望我們可以再一次的去歐洲 這一次的話在羅馬得到的第一面獎項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曲目豐富多了 對 這樣不再是可能只有單單唱自己的歌謠 很高興啊 他們平宅努力的有結果了 很好的結果 結束16天歐洲行程 希望兒童合唱團19日返台之後 立即直奔屏東縣政府 進行感恩回饋演唱 感謝一路扶持與協助的社會大眾 也要把這份榮耀與家人 部落族人共享 記者吉瓦斯哥斯爾比亞 屏東採訪報導